大家看一下這一題 甲乙兩個距離是24公尺 24公里 兩個距離是24公里 對不對 然後甲到乙它是用6的速度在跑 乙到甲是用12的速度在跑 請問平均速度怎麼算 同學平均速度 國小就叫過 距離除以時間就是速度 你拿全部的距離除以全部的時間 就是全部的平均速度 過去又回來 如果說我們在講過去回來 它的路徑長是多少 你就要說24乘以2 小心喔 我們要講精準一點應該講平均速率 為什麼 因為如果過去回來 起點終點都在一個地方 那平均速度它是0才對 0才對 所以我們這個數指的是平均的速率 平均的速率 那平均速率就是拿路徑長除以時間 路徑長過來24過來24一共是24乘以2 時間過去的時間是距離除以速度 24除以6 回來的時間也是拿距離除以速度 距離除以速度是回來的時間 去的時間加回來的時間 可以嗎 我拿全部的距離除以全部的時間 算出來就是平均速度 這樣這一題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分